然后刚刚利用你的多元智慧 你在你的故事里面去安排 你包括你的那个草地 闻起来多么的 多么的清香 那个摸起来 那个羊毛的触感什么 你都可以把它形容进去 那他们就会对你的 这个记忆就会很深刻 加上你的冥想 在脑袋里面去创造出 那一幅画面跟故事 那你就会很容易记忆 那回到我们刚刚 回到刚刚这个部分 那背东西的原则是这样子 小朋友在背东西的时候 其实就很简单 心智图有这个小圈圈 小圈圈就先把它收起来 你在背循环 那你就去眼睛闭起来 冥想一下 刚刚你已经知道的 脑袋循环是什么东西 那就是肺部的循环 心脏到肺中间交换空气的那个循环 等你想完之后 你再把它打开来对照一下 跟你刚刚想的有没有完全正确 如果有正确就表示你这个东西已经会了 已经会了 就可以把它收起来 那如果还不清楚刚刚好像有一个东西一直记不起来 打开来再看一眼 看一眼之后再收起来 再冥想一次 如果都想得出来 恭喜你这个部分就背好了 那同样的方式 这些通通先收起来 如果你是印出来纸本的话怎么办 用手遮住 用手遮住不要看 然后去想说什么是肺循环 什么是体循环 然后再看看答案对不对 遮住 然后想 想出来 打开对照 如果都对了 表示这个地方你就记起来了 所以你的那个背诵的时候的验证 就会很容易的完成 好 那所以这个部分是有关 就是 刚刚从故事联想 然后创造出你的自己独特的 要背诵用的新制图 要记忆用的新制图 然后再把那些 再怎么复习的部分 这是刚刚的部分 那么继续 刚刚讲验证 记忆验证的部分 所以基本上 你用这种方式去做学习 刚刚很多老师在分享 那个八国联军的东西 各位在那个讯息列可以再看一下 我们都是同一个年代 我已经51岁 好 OK 好那再回来 好所以我们来讲一下那个遗忘曲线 跟记忆有关的 除此之外 我先给各位看一下这个 我早期就是在代课跟那个刚正式的那一段时间 其实 各位可以看到 这个不是XMine 这个叫MineMinePersonal 这个是早期最早期的新制图的软体 所以你看到我这边有启动记忆啦 思考啦 超强记忆啦 所以证明我那时候有在专门在研究这些东西 你看这个我开几个档案给各位看一下 顺便跟各位分享一下 好 这个是 跟记忆有关的 刚刚有跟各位提到那个7加减2的原则 这个那时候叫做右脑记忆数 就是头像记忆数 好所以7加减2的原则 要记的东西先分类 大类不要超过7类 小类不要超过7项 反正就是看个人的脑容量 你的那个 你觉得如果要越容易的话 就是尽量在5个以内 每一次每一个分类的项目在5个以内 所以不要那个一堆十个十几个 那一种就原则上就记不起来 然后在记忆的那个教育的方法 使用图像记忆跟故事记忆 这个事情是非常有效果的 还有那个产生关联 所以你的任何要给他记的东西 都要跟他本身产生关联 如果没有产生关联 你就要变成故事 讲故事讲预言之类的 然后想办法跟他产生关联 然后变成有意义的图像 然后如果加入那个多元智慧变成更具体 让他可以嗅得着那个味道 可以摸得到那个样子 我记得我以前上西堡的时候 有一年那个教师珍世 我的印象非常非常的深刻 我还记得那个老师的名字 那位老师来西堡国小珍世 珍世老师 然后他的试教是国语文的 语文试教 他的那个试教的内容是 讲那个海鸥的那一刻 然后他带了一个 一个长长的那个音乐的道具 里面装了很多绿豆 那个只要一倾斜那个乐器 我不知道那个叫什么乐器 叫沙林吗 可是他又很大 很长 差不多一公尺多 里面充满了绿豆 所以你只要把那个 那个竹子 稍微倾斜一个角度 那里面的绿豆 就会在里面滚来滚去 这样 有那个海浪的声音 撒 撒 叫雨棒是吗 那个东西真的很不错 那那一天他的演示 真的是让我们充分的享受到 原来语文课应该要这样上 他带我们去导读那个 那个课的课文 然后他就是 那一支海鸥 然后我已经有点忘记那个课文 他说他就想像我们是那一支海鸥 他叫我们把眼睛闭起来 然后想像我们就是那一支海鸥 然后 眼睛闭起来 所以你想像你前面就是大海 一望无际 然后海的味道 咸咸的海风吹来 十分的享受 你张开翅膀 张开翅膀 你是那一支海鸥 我张开翅膀 揮了两下翅膀 离腾空离地飞起 然后在海面上翱翔 然后就类似这样子 就带你 他利用多元智慧的方法去开启 你的嗅觉 刚刚那闻到海的味道 他把那个海的味道都形容出来 然后叫你张开翅膀 揮动双手 你的身体的冻觉智慧都放进去了 然后你的那个大海一望无际 他的那个雨时让你形容的好像你真的就看到那个真的就是在海上飞行 各位这个就是多元智慧加上冥想 让你在教室在座位上就可以体验到现场的感觉 那那个语文释交的老师当天是最高分 释交的最高分 因为我从来没有那么享受过国语课 好 所以各位这个很重要 你在教学上是可以好好的应用的 好 那这个就比较是属于一般人家专业记忆方法 那种比较不适合我们教学用途 然后进入永久记忆的这个部分 艾森豪斯等一下会跟各位提到 他的重点 就是 人的记忆是会往下掉的 所以当你学到一个新东西的时候 如果你没有去复习它 八个小时就会掉到剩下百分之二十 那如果掉到百分之二十以内你不再去复习 你其实就会忘记 那七天以后会再掉到百分之二十的百分之二十 那三十天以后就再掉到那个百分之二十的百分之二十 所以等于说 如果你在记忆的东西 那这个东西是跟你本身没有关联的 那你在用那个 背诵的方式去记忆的时候 你就要很注意那个 记忆的频率 所以为什么会建议你少量多餐 是因为这一个研究的关系 然后所以呢根据这个频率 那所以我们会希望说 如果你真的要背东西 学生要背东西的时候 我会我个人其实会建议 上课的时候就专心的听讲 我很不鼓励学生上课的时候 在直接就做那个美美的笔记 那个是不对的 因为你会把时间花在做笔记上 然后就没有专心的听讲 就不会理解 所以上课最重要的其实是专心上课 然后你如果真的怕忘记呢 你只要记什么 关键字 所以这时候新制图就很重要 所以我去任何的场地 任何的研习去学习的时候 我只有记关键字 那你记了这个关键字之后 你回家呢 你就会用这个关键字去 回想一下今天的言起 然后才去整理你的新制图 这时候你做的那个笔记 才是真正是你的 才是你的智慧所产生的笔记 就是经过你反除过的笔记 那个才是真正的笔记 那你在上课就做的很美的那种笔记的人 通常这种人就是 他对内文的理解就不一定 能够百分之百的理解 是不是很建议 不是很建议 那所以我会 我自己在教学的时候 我会建议小朋友 就是上课你就给我专心听 你顶多就是记关键字 然后回去你要再整理你的笔记就OK 但是我拜托你回去的时候呢 你今天上完课白天你要睡前 请你看一眼你的新制图笔记就好 看一眼 然后知道我今天上了什么东西 有哪些东西 然后如果看到那个比较陌生的词语 你再回想一下 这个词语 上课的时候老师是怎么讲的来着 所以你把它稍微回忆一下 把那个不熟的地方再克服一下 其实这样就够了 那一张新制图大概不用五分钟到十分钟 其实就够了 然后就可以去睡觉 最好是隔天起床 早餐的时候再拿出来再看一眼 这时候你的那个时间就花不到十分钟 因为昨天晚上已经把不懂的地方都看懂了 那所以隔天早上起来 其实就是看一眼 甚至二十秒钟三十秒钟 你的那个脑海里面的那个神经元就已经越来越稳固了 那所以呢你就回 就是一天只要看个两次 然后等三天以内你再稍微复习一下 或者一个礼拜再新制图案拿出来复习一下 其实你的记忆就会比学生好 就会就会很棒 那以前为什么会特别热情在研究这些教学的方法 记忆的方法 因为我以前就真的是不喜欢 就是背不起来 我就是对这些文科理科就是完全没办法 所以我的记忆状态一直是很差 一直到我学了新制图 然后我再用新制图去了解研究一下这些内容之后 我就发现新制图是完全可以这样用的 而且效果非常的明显 当你用了新制图去考试之后 你会发现哇怎么都考那么简单我都会 那种感觉你真的是说不出来 你这时候就愿叹为什么我的老师以前没有这样教我 如果以前我小时候就懂新制图的话 我真的今天就不是在这里而已 没有那么简单的 那所以这个是给各位稍微了解一下知道这样的事情 好那么在所以我会有这样的一些东西 那如果各位老师对我这些东西有兴趣 你就私下再询问 我很乐意把它分享出去 不过早期的这个软体我也会跟你讲是哪一个 那在教学上怎么用 我们都会有一些 这个都是很早期的 后来都会 我的新制图是一直在更新的 一直在更新的 所以只要是我常有用到的东西 我这个东西会不断的去更新 那只是这些有的像这个教学的记忆 这个我已经有一阵子没有在更新了 那但是还是很好用 因为这种东西大概就是万古不变的定律 好我们回到刚刚这个部分 因为每次都人家说听我在嘲图都没有一些学术依据 所以偶尔要讲一下学术依据 不要说我们是自己乱掰的 好这是艾森豪斯的研究 所以你的记忆会这样子掉下来 如果你不去复习它 它就是会慢慢掉下来 那所以你要解决这个曲线最好的方法就是把它拉上去 把它拉上去 那你看哦 你这个曲线如果掉到最下面 你要在整个提上去就很困难了 所以你要趁它掉的不多的时候 就把它往上拉一下 掉的不多就往上拉一下 它这个遗忘曲线就会越来越平缓 所以我们的策略就会变成是这样子 在它要掉下来的时候我就来复习一下 然后复习这一次复习完 它又会再度上升到百分之百对不对 然后但是你没有复习 它又会慢慢的掉下来 但是第二次掉下来 那个曲线就会越来越慢 因为你已经复习过了 那个你的神经元的连结就会比较粗一点 然后等它掉下来 在还没有掉到六十以下呢 你又再给它复习一下 又到百分之百 然后遗忘曲线就会越来越平缓 越来越平缓 所以你只要少量多餐 间隔可以越来越久没关系 少量多餐这样去复习一下 然后用新制度复习又很快对不对 好 那所以呢 你就会 进入长期记忆 就少量多餐之后 它就容易可以进入长期记忆 就比较不会忘记了 好 那所以这个是有关 有关我们的记忆的这个原则 跟一些它的相关理论